我們今天來做一個 金譯柳葉魚 柳葉魚不是那個很小隻的嗎 很小的 一隻一隻的 大家都拿來做冷的有沒有 對啊 我們就是這樣呢 用煎的方式 但是煎到沒了 待會成品出來 很香香香啊 好吃款啊好吃款 對啊 大家不想要吃大魚大肉 沒關係 我們今天吃小魚 對 好 我們現在怎麼做 來 我們柳葉魚給我看看 這我好愛吃 來 要有蛋嗎 對啊 有蛋 但是它腥味會比較重一點點 因為它大部分都是冷凍 在煎凍 對 要怎麼辦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它去除腥味 先去除腥味 好 那現在我們這邊用蔥 來 直接把它切成段狀 好 再來再加到這邊來 那我們這邊的薑 直接把它排泡就好了 這過年都有的 現在的薑都不是大魚 很多魚 很多肉要去腥 對 好 那再來 好 我們再加一點水進來 我有一年過年了 什麼東西都買了 不是忘了買薑 買薑 為什麼 好慘 因為所有的薯都要用薑 我等一下拌拌嘛 還用薑 真的 好 再來我們這邊呢 加一點點的 那個鹽巴進來 再加一點酒 酒 這就去腥了嘛 對 再來我們這邊 蔥 薑 酒 對 還有胡椒粉 我們去腥呢 投不了這幾樣的 好 那加進來以後呢 我們直接呢 用手 咬出醬 都在裡面了 對…你看這個 蔥的綠的顏色都出來了 對 它短時間呢 就可以把它怎樣呢 它裡面的去腥味的味道 都在裡面了 有沒有 對 就像這樣子 對 對 喔 這樣很短時間的 大概泡過幾分鐘 它就整個 真的 因為你看柳葉有 要去腥很快 要去腥了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很快就會吸了 這個蔥姜 胡椒水 對對對 那直接呢把它擺進來 因為它現在浸下去 是不是這樣 裡面都淋一些水分 對不對 有水 我們先把水 還是要把它吸乾 好不好 OK 好 那現在直接呢 就把它擺好 一個一個給它擺好 一隻一隻 因為它裡面都全水 就好像我們煎魚一樣 我們要把那個水吸乾對不對 對 大魚小魚都要吸 沒有錯 沒有錯 吸乾了它才不會 那個油會 油爆對不對 還沒噴 對 就把它吸乾 吸乾 好 來 現在油放下去了 來 看這裡 現在油放下去了 大概兩大匙進來 現在要放進去了 這個火 放起來 啊 關起來了 關起來 不然怎麼辦 我才會噴 你的手下去 噴到沒有下去了 我們要一個一個擺 一個一個擺 一個擺 好 那現在我們打擺好了以後 我們直接開火 好 直接再把鍋蓋蓋上 蓋起來 蓋起來呢 等一下呢 我們會聞到香味 等到聞到香味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自意用 再過來看 看一下 它那一面呢 煎起來 它煎得焦嗎 煎得焦 一定要煎得焦 你煎不焦的味 它沒有煮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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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要把它煎得皮酥酥香香的 但是呢 我們又不用醬汁 那個醬汁更好吃 而且今天不是用我傳來醬汁喔 這樣喔 是用另外一個醬汁 等一下呢 你看就知道 我用什麼醬汁下去調 好不好 很好奇喔 稍等一下我們把魚兩面 接熟再看醬汁要怎麼調 好 來來來來 你看看 兩面都焦焦 已經都焦焦了 讚 都很漂亮 你看 會搭搭了 就是這樣這樣子才會香 好不好 要焦焦 對啊 要焦焦 會煎的就可以有這種效果了 對啊 不用炸 不用炸… 大部分的人都是下去炸 對啊 炸的會怎樣 有時候油溫太高的會爆掉 真的看起來好好吃 裡面就用煎的 我們知道魚怎麼用煎的 有夠香的 對… 對… 來 現在我們把它盛出來 就先盛出來 對 我們今天要做小菜 你看看 這樣就很漂亮 焦香耶 讚 來 我們這邊有什麼呢 有什麼 有 這個 味霖 味霖 對 甜甜的對不對 對… 來 這個大概 這個… 這個一杯 一杯 好 那現在我們的比例是 1… 1…2 我們味霖是2 然後醬油 你看看 醬油 是1 好 記得這都有 比例 味霖2 醬油1 對 我們的米酒也是1 好 米酒也是1 對 好 進來 進來以後呢 我們再加一點 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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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膜也是去腥味提心的一種 還有呢 這個是什麼 辣椒 等一下 那是黑醋 我自己加的 好黑醋喔 你看我現在在加的部分 就像和辣椒 但你這辣椒吃起來 鹹鹹 對 像這樣起來之後 等一下我們這邊呢 是不是煎得很香 對 那這邊的醬汁呢 十五粒在那裡 要乾的時候 這魚倒下去 再翻一下 然後整個醬汁 巴滿著整個魚的身上 所以你會黏黏 對 對 有沒有看 要乾喔 泡泡大喔 對啊 來 現在泡泡看起來這麼大 有沒有 對 那現在呢 就只要把這個柳葉椅 整個倒進來 這樣 倒進來呢 就翻一下 有 是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乾了耶 對 沒有錯 再來呢 我們現在再加一點點的烏醋 一點點進來 旁邊進來 再切一下 對 再切一下 好 再來 這裡還有啊 我們剛才說的 芝麻 白芝麻一定要大量進來 大量 大量 再切一下 再芝麻 對 芝麻再進來 這好像日本那個點心有沒有 有種小魚乾上面都是芝麻那個 對啊 沒有錯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但是來 這算讓下韭菜耶 對 是不是這樣你看 對 一隻一隻好漂亮喔 整個醬汁 來 阿妹 稍等一下 阿妹嗎 你不要緊張啦 來啦 媽媽來喔 現在喔 像這樣 再倒進來這裡 先不要排盤 先不要排盤為什麼 放冷更香更好吃 因為放冷那個糖會更濃縮 對 更香 唉唷 這已經像是糖葫蘆啊 也會這樣變耶 對 對不對 因為它整個醬汁已經巴在魚身上 對 甜甜啊 那你快點涼 沒有啦 我告訴你 這個有做好的嗎 真的 有沒有看起來很讚對不對 想吃嗎 來來來 試吃 真的 你看這種小菜啊 那排一排真的就很高級 家裡面有這種小菜 就會覺得這個家很會做菜 對不對 甜甜的 對 好吃耶 它就很順口有沒有 今天要下韭菜 好吃 記得用煎的 整個去腥味 再用煎的兩面把它煎炸香料 再一的什麼 一 就是醬油 一 米酒 二 這個味醂 那記得要收到 比較乾的時候才把魚丟下去 對 裡面再放薑 放辣椒這樣子而已 就很簡單 對 倒進來拍拔就好了 對 看起來很厲害 對不對 過年耶 我們現在馬年了 要學點新的小菜 對 就來做這一道 又快又好吃 而且呢 又覺得好像很厲害 對不對 輕輕鬆鬆就搞定 好看 好看 對 超級別的小菜 我是 超級別的小菜 對 超級別的小菜 對 感谢观看